哈喽大家好我是表嫂 我是曼曼 我是阿德斯 今天师傅要教我们做那个猪蹄冻 这个是要用到的那个材料 猪蹄还有猪皮 生姜当归 我们夏天吃起来比较爽口的大餐 人家这个冻起来有点QQ的感觉 对就是要形成那个冻 所以要加入这个猪蹄 不然那个猪蹄里面的胶质 它是不够的 那我们开始吧 现在我们就把猪蹄把它剁开 骨头有区别 是不是说一般只用这前面这一段 因为这个骨头 整个都有放在高压锅里面站好 它是我们有用的 像这种肥的带成油气 这个比我们有用 肉都剔好了也剁好了 然后现在我们要用高压锅压一下 现在在泡水 师傅说冷水这样下锅 等它废了再挤锅是吗 热水下去 它冒盖一下 热水下去 它就会弄掉 热到高压锅里面去 然后换点生姜 加进去当归 白酒加一点点 它可以去腥味 这个提签 卫生一点点就可以 我不需要有太多 提签一点点就可以 这样的问题 一分隔料换差不多了 这个隔壁真的换太多了 是不是说要用高压锅压15分钟以上 对 要把它肉压烂 烂一点 它等一下做起来口感更好一点 不然等一下实际上不好切 现在已经压好了 我们要起锅了 姜片给它拿出来 师傅说要把这个肉弄碎 然后切起来它比较新 我们要把它分进 我们备好的这个模型里面 吃到二一块 你会买冷线 你直接盖一盖的话 等一下上面已经熟悉 好 比如说冷线一盖 我们盖一盖 现在已经冷却 差不多15分钟了 我们现在要把它盖上 放冰箱 现在要把这些放冰箱 等一下下午的时候 我们再过来看一下 放冷冻5个小时 差不多就可以 保鲜里面差不多要一个晚上 好吧 这个是成品 看起来还不错 我们切一下看怎么样 冻得这么紧实 对 也不能太饱 太饱说起来它买口感 对啊 对 这个我们调好的 硬质的 这个就是我们做好的 其实它做饱很简单 这个其实在家里都可以做 比较家常的一道菜 而且老人小孩就是吃比较软的东西 其实吃这个很好 对对对 你们尝一下 好 师傅你也尝 师傅新研发出来的是吧 是老菜新做 我第一次吃这道菜 好可爱哦 口感非常Q汤 很爽口吃起来 然后还有肉香味 张上师傅的这个蜜子香料超好吃 好吃 好吃多一点 五葱胶原蛋白 鱼皮本来就是 这个它比较高 它量比较高 对 因为里面也加了很多猪皮 所以熬出来的这个胶质真的非常的挺 嗯 今天跟师傅学的这道猪蹄冻我觉得特别好 夏天做给家人吃很好 对可以当一道凉菜 嗯 对对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